6月13号 皇后镇终于没下雨了 但是我也要走了 好了 趁着要走之前 天气突然好像转好了 我要去湖边散个步吧 昨天的那个汉堡店 皇后镇整个的layout 还是比较紧凑的 疫情之后 刚刚他们的边界重新开放 所以呢 国际游客还不是特别多 现在还是主要以本地游客为主 我又到湖边来了 一直沿着湖边走 有一个景点特别的棒 就是可以看雪山 不错 有上百年历史了 这个船 这个小镇真美 Queenstown 哇哦 美丽的皇后镇 这角度也太棒了吧 真美 这个湖景可真美 好棒哦 要沉醉在这景致当中了 太棒了 真的很棒 没有比这 没有什么比这更棒的 不要接受任何的负面的讯息 就这样 雪山太棒了 其实雪山很高 如果没有云的话 会非常的雄伟 又开始下雨了 不过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只期待日后再来这里 跟父母 去领略他夏天的 蓝天白云 还有雪山的景色 非常满意 非常非常的满意 走了 皇后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阳光真好 今天又是我一朋友睡觉 不晓得今天是不是 啊 好棒 耶 哇 真的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房屋 房东很好耶 房东特别好 我感觉 然后去那个星巴克 啦啦啦 Invokago 我现在到了新西南最南端的城市 时而下雨 时而天气很不错耶 哎呀 阳光出来了 世界让人幸福而高兴的事情 感觉没有皇后就那么冷 去那个星巴克坐坐 新西南最南端的城市 我觉得它也可以算是世界上 最南的几座城市之一了 哦 纬度的话跟中国东北什么 辽宁 吉林相当 对 吉林 但是我感觉冬天的吉林应该比这冷吧 这边也还好耶 今天九度 去那个星巴克 世界上最南端的星巴克 Starbucks Starbucks 哇 这房子好老了耶 对面的房子 你看 啦啦啦 看一下他们的房价耶 柳币的话就五十万 就三十万柳币到五十万柳币 之间的房子都有 其实不算很贵了 这边好像在造新房子 所以那个星巴克好像暂时改建到这来了 对 一个临时的小木屋吧 世界上最南端的星巴克 现在是一个临时的小木屋 哦 对 真的是一个蛮临时的小木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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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bucks 世界上最南端的星巴克 Yeah 世界上最南端的星巴克 Hi A Hooked Americano Americano? Yeah A Hi Tor Cuscare Yeah one cheesecake And what name? KUCHA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每试 Come on Sup 最后一盒 cheese cake 虽然比我在中国吃的还便宜 刚才我查了一下哈尔滨的维度 其实哈尔滨跟Invocago的维度是相当的 都是在维度在46左右 但是我觉得它的冬天比哈尔滨应该要温暖一点 因为现在才9度了 哈尔滨到现在这种季节的话 类似于11月份了吧 肯定没有9度 肯定比9度要冷哈尔滨 阳光真的好温暖啊 Train Station好像是关闭的耶 火车站关闭了吗 嗯 能不能进去啊 顾小天看一下 应该现在没有客运吧 是的 都围起来了 这是一个没有客运的火车站 对 应该只是有一些货运的功能 OK Rilway Hotel 这个城市真的很空旷耶 但我很喜欢 这应该也是新西南最南端的火车站了吧 Invocago 没有客运 只有货运 但看着铁路我就喜欢拍一拍 看着铁轨应该也没什么车路过 没什么车了感觉 那边 我现在去哪里呢 南方理工学院看一下吧 这种空空的感觉真好 又像在德州了 不知为何在这个城市 我就想这样的慢跑起来 感觉非常的free 就感觉我是一个小斑马一样 南方理工学院 还蛮漂亮的 这是学校里面的教堂吗 这还蛮漂亮的 南方理工学院 哦 不错 不错 我要拍一下给小猪猪看一下 他可能要读的学校 我在这个学校看到了很多华人的影子 好多哦 健康 人文 学院 这种学校也不错耶 就它也还蛮好申请的 小猪猪应该会读这个学校吧 之前他也咨询过这里的 南方理工 我还蛮喜欢这环境的 很东北 非常东北 整个的校园的感觉 这个教堂真漂亮 夕阳的余晖 印度的这个教堂上真美 阳光 让我开心快乐 我背包客客站的那个女主人跟我讲说 可以让我去 建议我去那个bluff 那里有一个很棒的lookout 然后今天我看到就是有西洋嘛 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忘记 南太平洋的西洋 看到火车了耶 你看bluff 前方就是那个bluff的方向 有一个火车 那个火车 拉着集装箱 过车 过车 哇 看见火车了 棒 在这边开着的感觉 就像在日本的 人灯半岛一样 Nanao Nanao 这边是一个上山的路 这个lookout在个山顶上 应该蛮美吧 我觉得今天有西洋耶 就我一个人 应该就我一个人 但我希望还是有人了 这样会热闹一点 不然会起来太过孤单 哇哇哇哇 辽阔的南太平洋 真的 今天就我一台车 只有我一台车在这里 去海边吗 lookout point 有25分钟耶 哦 有点久耶 我不要确定要不要去 因为怕天黑 等下上来就 太暗了 真的没有人这里 我就一路小跑吧 这样身上也会发点热 蛤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哇哦 哇哇哇 Bluff的海岸 不错呢 我就从那边开过来的 我都看看哦 它的外甥 哦 我觉得 是 你的吧 如果是一个人 据说Bloof是西西南一号国家的路的镜头最南端的镜头 也是在南岛有人内居住的最南端 应该是没有夕阳了 下去了 就我一个人 待会天黑了怎么办 不错的 我的手真的要僵了 冻僵了 这里没有人 但是很多鸟跟我作伴 好多鸟 OK啦 耶 这边就是尼文卡狗的方向 好冷啊 吹凉过了 目前我来过的世界上的最南端 目前 我又去他们最便宜的超市去买东西 今晚上想自己做饭 人生有很多味道无法复制 人生有很多味道无法复制 这些灵魂 没必要想的太多 好吃就是好吃 这就够了 有些人追求的是口味 有些人追求的是习惯 大多数人追求的是一份过去 是 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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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 5 5